民间俗语道 管住男人的嘴 就是管住男人的腿 话操理不操 你们须用心修行 才能上得天堂 下得厨房 郡主 你做的菜 天怒人怨 这若是新川女子 也做出了这样的菜 怕是被休憩了八十回了 这何止是把丈夫往外推呀 简直是要把丈夫 往地府里送啊 你再说一次 郡主 你在丹川可以欺压男子 招贼纳叙 但这不是你的家乡 谁也不是你的亲娘 没人惯着你 嬷嬷 您过来帮我看看这菜吧 我这菜好像颜色不太多 对 我们的这个太大了 不知道该加点什么 您来看看 对啊 您弄的这个好像颜色不太多 您弄的这个好像颜色不太多 一个个都护着是吧 以为是姐妹情深 新川本就是男子主事 你们若不在内院书堂 把道理学明白了 都不配给人为奴为弊 墨墨 您这话说得些许过分了 不仅侮辱了郡主 还侮辱了做奴婢的人 拿钱无功 也是有尊严的 不能这样随意欺压 再说了 不会做饭学救时了呀 您是墨墨 更应该传刀授业解惑 而不是这样随意打压人 你顶撞我 我就是讲道理啊 闭嘴 你个寄传来发派给人做小的 也敢与我降嘴 好像 还护着是吧 好